大家好,我们又来到了...哪里呢? 叫Big Bear's Lake,大熊湖 我们来到大熊湖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湖 然后这个地方特别像哪呢? 是不是很像瑞士? 是不是很像瑞士? 你看看这个,多漂亮 哇 这非常的漂亮 这里有个可以去走的地方 我们倒是去走一走 你看前面的山,还有雪呢 刚才正好跟一个当地人聊天 说这是我们最好的季节 这个冬天终于过去了 我说你为什么这么说啊? 他说我们冬天赶上了五十年未遇的大雪 下雪下到一人多高 我说啊? 又不知道啊 他说这个国民警卫队都过来了 冬天过去了 他们是十一月到来年的四月是冬季 剩下的季节是比较好 现在是五月份 你看看 五也出来了 挺漂亮的 然后呢 说起来这边的房价 我以为这边这么好的环境 应该是比较贵的一个房价 其实并不是 这边的社区并不是那么好 房子也挺破旧的 跟我聊天 当地人也说了 他们属于低收入的家庭 所以不一定是最好的环境 那么就一定是最好的 最贵的价格 好 那就这样 我们又换了一个角度 还是这个湖边 这有一个椅子 这写的是 in loving memory of Elaine and Paul Jones 这一对老夫妇 他们喜欢坐在这个位置 看整个湖 确实这个湖 很平静啊 这应该是海拔也比较高 就是山顶上的一个湖 待会儿我们去再找一找 那个徒步的路线 我们终于找到了这个trail 就是徒步的路线 就是这条小路 走四分之三英里 就能够到朱比特点 哎呦 这个discovery center 是需要两两英里 还是很长 走走看看呗 是不是 这条路我们走到了 就找到了 我们就走走看看 看看这条路 大家都在走 有可以骑车也可以走路 你看就沿着这个 这条trail走 哎 就能看见整个这个湖 嗯 很舒服啊 刚才那个visit center 嗯 他们的建议还真是没错 你这拉着 这骑着这个电动车 多好啊 什么是生活 这就是生活 对吧 没什么压力 周末 大家出来玩一玩 哎 放松放松 心情不好的人 炒过架的人 就来这个大自然这儿 看一看 看看这美丽山河 你看这个人 哎 这个挺奇怪的 他这个电动的 心情就变好了 出来走一走 看一看 运动运动 心情就变好了 是不是 好 一会儿大家见 哎呀 我们就走了一会儿了 已经 然后这边有一个牌子 上面写的 山的行程 他这个山呢 其实叫 圣本达滴奴山 是 并不是很老的山 他只有 他只有六千万年前 六千万年的历史 是这个两个板块 一个是太平洋板块 还有一个是北美洲板块 呃 夹击而成的 山 这山也挺高的呢 一万多英尺 一万多英尺 那肯定是已经在雪线之上了 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 这有下的雪 OK 下的雪没有换哈 雪线之上了 OK 我们就到了这个 朱比特 朱比特 角 刚刚我们下去走了一圈 他上来了 这边是介绍这边有什么动物 还有蛇呢 然后 人家说这个湖啊 就这大熊湖有多深 有72英尺深 72英尺深相当于多深呢 嗯 嗯 相当于24米深 24米多 还是挺深的 那个湖 啊 啊 这边你看这个当地人就是这样 或者游客嘛 那走到这个trail上面 这个 人呢 打着照面呢 不干 不尴尬的情况呢 就是要互相问个好 上午的时间呢 说good morning hello 到了下午的good afternoon 再问个好 这我就觉得 不尴尬嘛 是吧 大家打个照面 在国内 很多人就是 就是 一低头 就走过了 感觉还是挺 哎呀 当然了就是文化不一样嘛 我也希望国内的人也都 也都能够就是说 不认识呢 互相能打一招呼 行那就这样 那就 那就走了